日前 一则河北开膳寺文物工作人员游泳去大殿检查建筑受损情况的视频备受关注 8月10日 中心社记者来到位于河北省高碑店市新城镇城内东村的开膳寺实地探访 在开膳寺内记者看到 积水已基本被排除 连接三座殿的涌道上还存留少许淤泥 8月6号 我们看到开膳寺大殿的水已经退去了 露出了开膳寺大殿的台名 所以我着急想进去看看开膳寺大殿里面是不是还有水 当时也没有救生医 也没有皮革亭 我一着急就把衣服脱了 直接就游过去了 游进大殿一看 大殿里的水随着店外的水位下降已经自行流出了 排出了大殿里 因为开膳寺的每个柱子都有一个通风口 我们考虑它可能是通过这个通风口把水就排出来了 得知开膳寺被洪水浸泡 河北省文物局和宝定市文物局安排技术人员组成文物保护工作组 派驻开膳寺现场 查看险情 了解受灾情况 协助救灾工作 到这之后 第一时间就到现场进行勘查 现在看的话 受损是有一定程度的受损 这个程度还是不算太严重 也有可能是经过水泡之后 台积部分 它可能还会再继续发展 那些秀现有的情况 我们勘查过 受损 主要体现在哪 体现在咱们台积的借条 有一些松动错位 是店内的地面有一些有几处 有些下沉塌陷 整体的还是结构还是比较稳定 暂时看起来还是安全的 我们就是说 肯定还密切观察后续的有没有持续发展 据荣鹏介绍 开膳寺地处河北省兰沟洪旭至红区内 占地约9500平方米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存大雄宝殿 天王殿和金刚殿三座建筑 其中 金刚殿和天王殿为明代所建 大雄宝殿建于辽代 距今约一千年 是中国仅存的八大辽代木构建筑之一 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昨天开始 我们首先安排人员进行排污 抽水和清淤和消沙工作 目前正在根据文物建筑的收损情况 准备进一步拿出后续工作的方案 我们会根据意见对受损部分进行修复